我国四大古都 北京 西安 洛阳 南京 在古诗城市布局营造方面都颇为讲究 风水堪于天人合一 传统文化与周易完美结合 最近作者在网上看到了一条 关于北京中轴线深移助力的视频 再一次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折服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故事 来探寻一下其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便是北京古城的中轴线 它串联起了我们耳熟能详的 永定门 仙龙坛 前门大街 正阳门 天安门广场 故宫 景山 中古楼等 北京的地标性建筑 可以说浓缩了北京城几百年的历史 是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来 北京城是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 将此中轴线向北延伸 你会惊奇地发现 它几乎正对元大都建立之前的元上都 位于京内蒙古西林郭勒境内 这条明清中轴线纵贯整个北京明清古城 说到这里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古城的布局 它分为内城与外城两大部分 永定门便是外城的南门 而内城的构造颇为讲究 分为京城 皇城 紫禁城三部分 在古时 皇城住着皇亲国戚 紫禁城住着君王贵妃 京城住着平民百姓 同时它又被称为四九城 为什么呢 其实指的是京城的九个门和皇城的四个门 所以叫四九门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朝阳门 帝安门等 提到北京的中轴线 还不得不提起一个神奇的物种 羽燕 每年的七八月份 这种生物都会来一次超远距离的飞行 穿越阿拉伯半岛 行程1.5万公里 最终抵达非洲西南部 次年二月飞回重新启程 飞敌北京 在中轴线上筑巢 这种迁徙行为已经持续了602年 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正值北京中轴线身移之际 腾讯联合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中轴线身移保护工作办公室 为北京中轴线身移 打造了首个数字形象 北京羽燕 并号召大众一起为中轴线身移助力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通过羽燕的俯瞰视角 来领略北京中轴线之美 首先我们来到中轴线起点右侧的天坛 在古时它是祭祀皇天 祈祷五谷风登之场所 古人感天应地 敬畏自然 几百年的祈愿在这里不断地回响着 接下来我们来到永定门 它是清北京外城城墙的正门 同时也是北京外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 是古时从南部出入京城的通渠要道 寓意永远安定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中轴线左侧的仙龙坛 在古时祭祀仙龙是一种传统礼仪 每年开春之际 君王都会亲领文武百官 来到这里祭祀仙龙亲自耕种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 我们来到前门大街 六百年来这里的吆喝叫卖声从未停歇 它是北京著名的商业街 北京最著名的大石烂也在其中 数百年不断的烟火气息 是它最让人留恋的一面 在前方不远的地方是正阳门 人们通常也叫它前门 前门大街的名字也因它而来 我与天安门广场的南端 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 由南面的梦城建楼 和北面的正楼两部分组成 越过正阳门来到天安门广场 这里记载着每一个普通人的英雄史诗 同样它也是每一个人心中 来到北京必去的向往之地 从面前的天安门开始 我们便要进入故宫所在的区域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便是故宫的布局图 蓝色区域为护城河 在故宫外部的东西两侧 分布着设计坛和太庙 在故宫内部大致以前清宫为界 分为内庭与外巢 而进入故宫有三道门 从外道内是天安门 端门 五门 五门就是故宫的正门 在故宫的北侧 处立着北京中轴线上的最高点 它便是位于景山之巅的万春亭 是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最高 也是最佳的观景点 作为中轴线上的最高点 在这里既能回望过去也能展望未来 接下来我们来到万宁桥 它坐落于石刹海附近 在元代万宁桥正是经航大运河最北的闸口 进入北京运河船只必须通过这里 曾经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最后我们来到北京的钟鼓楼 钟声入耳 鼓声入心 每当钟鼓楼的声音响起 一天就算过去 古时生活在中轴线上的人们 每天都要听着钟鼓楼的声音来算时辰 余音绕梁传至今日 这就是北京古城的中轴线 一条长达几公里的文化线 历史线 北京城独有的壮美秩序 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 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 无处不彰显着帝都的雄伟气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